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节目具有了春晚的性质 对吗 你为什么不上春晚的 他们没人邀请我 他们怎么这样 看来应该 他们眼光不如你 不如我 邀请我我也得考虑考虑 还以为想邀请我就能上春晚 对 我们春晚了一下 咱们导演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枪枪版的 你看春晚 瞧见没有 看他 你再看下个 人家宋丹丹还说了 看着我不像江青 你什么时候把这弄上了 宋丹丹的老公真的是做房地产的吗 是 那为什么他有点不太高兴呢 他最主要他觉得那房地产 那个产权不归他 要是都产权归他了 他就高兴了 他倒是觉得做房地产商感觉还挺有职业自豪感的对吗 当然有自豪感了 为什么 这城市这么美不都是我们弄的吗 这城市这么难看也是他们弄的 所以宋丹丹说求求你了 但是刚才叶坛说你还真是熟兔的 熟兔的 所以今年咱们真对了 这叫宏图大展 大家恭喜发财 发大财 这恭喜发财 我说我们选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真是中国人民最深切的愿望 我现在跟人拜年见面就是恭喜发财 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只有财才靠得住呢 因为男人女人全靠不住 是人都靠不住 只有物质能靠得住 所以就恭喜发财 我先祝你们了 恭喜发财 历史上都是恭喜发财 都是恭喜发财 就是革命以后 就是这个财就立不住脚了 但是有财会被剥夺权力 但是你说最会发财最会挣钱的 他们说是犹太人 我那天看见一本书就分析 说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 但是有一点不像 就这本书里讲 说犹太人 不相信任何不动产 只相信动产 你看犹太人 这你搞错了 一般搞金融 金融家族什么的 但是我就发现不同中国人 很要不动产 你说错了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 或者说没有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就是想信也没有 他现在没办法 中国人老说地大物博 他有自己的土地 所以过去中国人打仗不领财 首先脸的是土地 历史战争中他大部分这样 就是我要攻城掠地 这个非常重要 到今天还是这样 各地政府不都是攻城掠地 但是过去我就说你们房地产商确实给人印象不好 但是最近我是看了夜台写的一篇文章 我真是学到了点东西 原来说现在这个房子的价格之所以这么高 他算笔账我很模糊的记得 少的说一半多的甚至超过一半 原来这个价钱都是政府地方政府拿去的 那叫财 恭喜地方政府发大财 我就要说说 你们你预计一下 2011年你们两位说说 这个房子会怎么样 只要政府想发财 房子还一样 那叶潭说说 我觉得现在政府特别难 政府也不是一块铁板 有的政府想继续发财 有的觉得发的太多了 有点后背后脊梁有点冷 所以他就想抑制一下 所以我想明年应该是二三线城市 我已经不看好一线城市了 我看好周边的那些城市 但是二三线城市现在不是下达这个限购令了吗 对这事你这个怎么评价 怎么讲 就是他自己拿不出好的办法了 或者拿不出一个市场经济的办法来 就是说干脆一刀切 不让你买了 本来应该是调节市场的供给关系 所以他把市场的供给关系 不以增加供给为主 而是以限制需求为主来进行调控 那很明显 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去解决供给问题 他们现在说 我那天听他们说 郑州的房子都卖到三万多一平米 很少 几乎应该说大头还没有那么多 是吗 但是他现在说二三线城市不是限购吗 限购不是列了一部分城市 我怎么听说这限购令一出来 就造成了没有列进去的 另外的一些二三线城市房价 层一下也上去了 那就是说你把一部分的货币资金 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当你在一个地方去限制它时候 它没地跑了 水就在这立个水坝 它就会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很正常 它有意识的 创造饥饿恐慌 这就叫饥饿疗法 人家记得咱们苹果手机就饥饿疗法 对不对 它一年就生产那么多 然后他说 你要买你得排队 那不是价格就上去了 我们现在也是的 都没到点子上 但人种也不对 待会批你 饿疗疗法是因为它是主动的垄断结果 如果它没有垄断条件 它没有办法形成饥饿 尤其是政府 你看看各个地方政府 通常上半年都基本上不供地 或者很少的地 按去年来说 大部分上半年到6月份位置 只完成30%的功能 对 应该是50% 你只完成20% 就是让你饿着 让你渴着 所以下半年地才能值钱 它是有意而为的东西 所以你想想看 第一它不供地 然后它下半年才供 第二它告诉你 它说我告诉你 我要限购 就告诉你房价得涨 要不然我限什么购 对不对 大家一紧张就去买 还有一个有的地方说推房产税 推房产税你就退 它说存量不增 增量增 也就是说你以前买10套 我不增你的房产税 现在你新买了 我就得增 那搞得那些人紧张 我得赶紧买房 你想想看 北京买车也这么回事 我得赶紧买 对不对 我不买我傻 所以这个是政府的问题 那个人种的问题 刚好跟政府相反 它说它不给别人活路 知道吧 对 就是它一点活路 我从来都给别人活路 一点活路也不给别人 它说你要增房产税 它说你剥夺民财 然后你要限制限购了 它说你是不市场化 饥饿疗法是我说的 我也批 我这个跟你站在同一立场上 那万年你跟我站在一条线 但是还有比如说它限制贷款什么的 一点也不市场化 就应该按照市场的规律来 那这样就没办法做 我们说到最后 怎么没有办法做呢 我就很奇怪 市场化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做的 市场化可以有很多很多办法 你说把这个 你比如说说限购的问题 对吧 如果说限购车辆 应该正确的理解 叫做我们尽可能的提高成本 去减少车辆的拥有量 但是你不一定非要用限购的办法 上海为什么不用限购的办法 提高成本有很多种 提高成本不一定说 对买责人一定要提高成本 上海是牌照费 很简单 你也可以提高违约成本 凡是违约成本提高的时候 道路自然就长通了 比如说 我们老豆说戒烟是把几盒 变成了几只具体 而且是戒东西的戒 给人家强 你看看香港那个电机上写着 抽一根烟要罚5000块钱 所以它和贫富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是对加大了违约成本 就造成大家必须得严格的遵守纪律 我不能违规 比如说闯红证 不管是汽车 自行车 行人 你要大大提高了它的违规成本 道路乱停车 那就道路畅通多了 最少要提高30%以上的 你成本 所以这个是两回事 他们现在算了 当违约成本提高的时候 大家就可能把车买了 但是放在家里 对吧 不需要你去停止它一天两天 但是你违约成本如果很低的话 那我宁愿开着车到处跑 反正违约成本 咱们本来下一集是聊车的 看来咱们下一集就聊房子吧 强强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教主 教主 我说两句 最近我跟你们房地产商 学了好多知识 我跟你们说说 我理解对不对 你看最近的房地产的热门话题 一说今年房产税 什么重庆要收 据说深圳要成为第三个 收房产税的 但是后来人家经济学家讲了 说这个房产税 并不能够说平易房价 房产税就是给地方政府来钱的 增加收入的 那么增加收入就带来一个问题 说你收了 他们说美国收房产税 人家是用来七成 用来让社区的孩子 义务教育什么的 搞这些 我们这个你增加了收入 我们也不太知道 你到底花在哪 现在按现在的规定 不一定能增加多少收入 因为它现在是个特别消费税的形式 为什么叫特别呢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预定要实行的房产税 没有整个改变税收结构 而是在某些特定的 对某些特定财产 比如说超过多少的 或者拥有更多财产的部分 收 普通财产的部分不收 它是个普惠制度的东西 所以它收不了多少税 我们大概算是按每年的这个超过它标准那部分计算的话 能收个三四十个亿的税 但是可能要花三四百亿的成本 去征这三四十亿的税 它收的时候还是有的时候它会简单操作 这个宝塔间是对的 也就是说它如果是平均房价的三到四百 确实收不了多少 那很少的那一部分人在那交税 但是它那个交税的象征 按上海那个人人面积要超过六十七十的 也同样没有多少 不是 而且 居然也很少 而且再有一个 我们超过全国超过一百平米的房子 大概加起来不到百分之二十 不不 三六一十八的话 它就得超过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 在香港大概超过一百五十平米 只有二点几 在北京也差不多 也就是百分之二或三个量 它是 我跟你说 像北京这样的地方 它已经连什么三七 什么县的公安局长在这都有几套 它都是全国炒房的人到这来炒的 没错 你没冤枉有什么用吗 你说这个问题 我就跟你问 我就觉得你说第一个问题很清楚 现在不能让媒体把老百姓误导了 收房产税和房价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2003年在国务院政府文件出台 这个进行房产税的试点 或者当时叫物业试点的时候 房价并不高 那时候它和房价是没有直接挂钩的 要出台这个 它就是一个税制改革的问题 我们不能让 只是这么多年 这个税制改革没有进行 对 你说单纯为了让政府多收税 本来也不应该是这样 它应该改革的税制关系 就是把临时性的税收 或者前期用土地出账金 或者卖高加地 获取的税收 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营领性税收 在某些国家可能达到了接近一百分之百 我们不能把让这个微博教组 把我们给绕糊涂了 不能让政府误导 也不能让任志强把老百姓误导 对 我不能说是误导 它那个房产税那个东西 有用有没有用 有的国家真说是有用 有的国家是没有用 房产税是一个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 它背后还需要很多个条件来配套的 所以说按媒体说的 就用这一个条件 就是为了调控房价等等 就是错 它变成一个综合性的 老百姓已经清楚了 我现在觉得我作为老百姓 我不清楚的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事 你好几套房子你怎么不 我哪好几套房子 你接着我 不是你自己有房子 然后还以你的名义给父母买房子 这不是都好几套吗 两个小时就放光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反对收税 对我现在说这问题 不是要平易房价吗 然后现在看不是北京也是限购 然后现在说二三线城市限购 限购后来人家讲了说 目前只有18个城市 这根本上是个热钱 就中国很多这个游资啊 很多这个钱呢 没出去的问题 那么咱们过去知道 就是投资在实业上面 这个没谱对吧 所以投在房地产 但是他们说这就像击鼓传花嘛 你看这儿摁下什么葫芦浮起瓢嘛 事实上你看到一直在涨 涨啊涨啊涨啊 我想问的就是2011年呢 甚至乃至于近几年呢 这玩意儿会不会是泡沫有破的一天呢 还是说它就会一直这样涨下去吗 他现在还没到有泡沫的时候啊 哎怎么有人说房地产 中国有泡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呢 肯定是有泡沫了 肯定是有泡沫了 而且泡沫一定会破灭 中国的房地产 你看某投资董事长苏欣说 现在已经没有人否认房地产泡沫的存在 对不对 教主否认 只有这个人是否认的 你看看全世界的情况 如果按国家来说 它的城市化力不大到一定程度 或者城市居民可居住的住房 按套数计算的话 不超过1比1的时候 都没有出现过泡沫 全世界都如此 局部地区是局部地区这个条件超了 那它也会出现 比如说当地的户籍人口 按套数计算的话 它的房子拥有的总量 已经超过了它的1比1 或者1比1.1 这时候才有可能 中国现在是不够用的 而中国这个城市化力要按照 我们最近的吧 就是韩国 然后日本 是吧 按他们的城市化力水平来看 你就可以知道了 早着呢 韩国4000多万人口 一个大首尔就住了一半以上 2000多万人口 在大首尔 那它都集中在这儿了 那别的地方就 房子就可能说 我超过1比1了 或者超过1比1 但这个地区是没有 对 对那你说的 他是这样子 他有的东西觉得有用的 他就拿过来给我用 像房下收入比 他就不看 他就看这个人口红利 看这个城市化 但是他就没有看到像这种城市 主要的大城市 其实一半以上都不是本地人在买 基本上是投资性质的人在这儿买 不是本地人买的都是贵的 他愿意买都是买贵的 对 所以有泡沫 所以也不叫泡沫 所以有泡沫 你承认这些人怎么说没泡沫 没有泡沫 因为他按他房价收入比说 他觉得很便宜 比如说那些山西的没饭的 对吧 他在北京买一套几千万的房子 觉得便宜 对吧 他和当地的房价收入比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用房价收入比通常是个错误 买房子还靠谱不靠谱啊 能不能买房子 十几年了都买房子 今年 怎么不靠谱了 我认为 为什么今年就不靠谱呢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 我也要针锋相对 你先说 我 我觉得不能 12月份 我先说要不然我就没机会说了 就没机会说 我认为现在已经是转折的年份了 就绝对不能闭着眼睛盲目的去买房子了 以前长得太高的地方 怎么配套设施又不好的 坚决不能买 那也就是说配套设施好的还可以买 现在就是要找结构性的机会 部分地区 然后它铁路也过去 高铁也过去了 然后又是一个价格挖地 你说不定还有投资机会 你要像他说的 没有泡沫 闭着眼睛买害死人 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没有说过闭着眼睛买 历史上有史以来最记载最完善的 就是这个阿姆斯特丹 它那个运河两岸的那个房价 350年的记载 这个房价 350年下来 平均每年的房价 这个增长速度是0.2% 它短期是有波动 长期来看一定是恢复均衡 我们还没到那时候呢 一定是恢复均衡 一定是到城市化率水平 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均衡 我认为现在的城市化 或者说城道率达到了1比1.1以后 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如此 各个国家 这个它又在误导 我们现在的城市化 不超过这个时候还早着呢 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指那些 不怎么具有消费能力的 比如说它农民要进城买房子了 你让它上楼了 你搞错了 他买房子 但是这些人被认为是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人 恰恰是消费能力很强的人 为什么 是因为政府在补偿费用中大大提高了 补偿费用足可以让它买一套 两套三套四套五套 比如说北京益庄的拆仙 58天里都拆了28个村 平均 但是每一户或者每一人均 大概都在百万元一桥 但是你看到这个 完全可以瞧出这 乐清 乐清那村长那村 乐清恰恰不是开发商的 就是一人一万 一人一万 开发商给的一般都比较高 他那乐清是做电厂的 所以他给的 他按工业用地算的 基本 所以我跟你说 基本的 所以在农村里头大量的是因为 其他的建策用地造成的低成本 对老百姓利益的侵犯 巨大侵犯 对 而且这个侵犯的特别多 对 但是和发展商没关系 你别把这帽子扣在发展商头上 我怎么说扣你 扣在你们头上 去年12月份 你们俩现在的这个状况 我认为就让我了解了中国的房地产发展的形势 该去广告了 没没没 还没开始说呢 怎么挣钱呢 千千再远行广告之后见 嗨 我问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说今年要不要买房子 当然得买了 去年12月份 不能随便买 我们去年12月份 卖了2亿2千万平方米的房子 所以去年12月份 历年12月份都只有五六千万 涨了三到四倍 占了全年10亿多平方米的五分之一还多 不能 今年1月份到目前为止 大概是历史上三年以来最高的 而且是高到了两倍到三倍 所以我说现在是分房时间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有人替你摁着 摁着房价的时候你不买 你非等于杀手 没人摁的时候你再去买 你觉得今年房子会崩盘吗 不会崩盘 不会崩盘 但是房地产的黄金时间 一定已经过去了 去年12月份是疯狂时间 包括今年1月份 他为什么疯狂 因为政府在 事实上是在刺激房价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说 那你也就是说 中国的鸿安调控政策 不是为了调控房价往下走 而是为了调控房价往上走 是的 实际上一直在往上走 一直在往上走 红米一直是在下降 不我跟你说 三月份是最高峰12.8 到年纪只剩6.4了 但是像一半 跟我们感觉到 你看他11月份的 他的数据 你看他11月份的环境 我的数据 我没数据 我从来都用的是统计局的数据 我哪能会展成数据呢 人总这么多年来编造了很多数据 没有 我从来不编造 不要听他的 现在这个市场已经疯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说老百姓买房子是疯了 我只能认为老百姓拼命买房子 是我有需求 我的需求只是被你摁的时候 没有办法 到你摁摁的时候 我就要爆发出来了 他在刺激的情况下 做出了应急反应 应急反应就去买房 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你比如说你平时不会急着去买房 对不对 你孩子还小 你不会想着现在去买房 但是知道未来可能 青年没有孩子小的买房子的 去年北京这些城市什么 很多城市已经有限告令了 都是在符合限告令的条件下买的房子 但是就是因为房产所以还没出台 所以我说是刺激政策吗 你看我们兔子在这真是要急死 对 就说这个房地产今年是会 兔子尾巴长不了呢 还是不见兔子 兔子耳朵 红兔大展 越长越长 这个房地产是个猪尾巴 也不像牛尾巴那么长 也不像兔子尾巴那么短 它就是一个不长不短的猪尾巴 在那老晃 所以今年还是要买房 但是买房要慎重 对 你没说 房要挑点地方 哪个地方呢 接着为您播出民生银行信用卡 地球宣言